兄弟们纯原装的小iPhone13 现在在我们家299就能入手了 绝对不是什么炸弹机IT机 今天就带你们见识一下 华江北顶级批发商的实力到底有多强 都知道华江北的水很深 翻车的兄弟很大程度都是因为贪小便宜导致的 像什么电池100的苹果8咯 外观99新的iPhone11咯 这些机器都停产多少年了 电池100和99新不是翻新就是改装 那我们反向思考一下 入手小花机翻车的概率 是不是就会大大降低呢 蛋糕老板今天新送来的一批小iPhone13 外观橙色有点小磕破 但机器都是纯原装没有拆修的 对比亮机的价格 这点小磕破直接便宜500 性价比是真的高 2000出头就能买到iPhone13 同款的A15处理器 后置一样的双主色镜头 无论是拍人拍紧都特别的好看 5.4英寸的OLED全面屏设计 不仅保证了视觉体验 拿在手上的握紧感也非常的好 这批来货是2200 要知道2200的预算 安卓你顶多买个骁龙8家处理器吧 即使运气好买到骁龙8跟2 单核性能依然落后 A15一代 我们批发商的价格之所以做的这么低 主要还是因为我们一天出货几百台 支检环节严格把控 从而降低售后的一个风险 一台即使我只挣50 一天也有小1万的利润 而小背包客呢 一天出个3 5台 它一台机器至少保证在500以上的利润 不然的话 口去运营成本 它每天只能划舟割机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